好,那我们要来讲的是命令列到底是什么 那可是各位这一代其实是一个 已经层级达到非常高的一代 也就是说你的 你的那个电脑的使用知识是从四川开始 你们没有经过命令列的那个洗礼 所以呢,你们对命令列会觉得很陌生 那你们用电脑的时候就是我的电脑 然后呢,就打开了 然后我的电脑之后呢,就是 吸槽、低槽、光碟机 那这里进去之后呢 OK,就是一大堆资料夹 然后我就新增一个资料夹 比如说ABC 那我就可以开始把资料放到这里来 你所做的这些动作 用命令也都可以做得到 只是各位很少这样做 来,我现在呢,我一样做同样的动作 OK,我开了命令列 那你会发现说 命令列一开始什么Document and Setting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 命令列的Document and Setting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C槽底下 它有一个叫Document and Setting的资料夹 没错 Document and Setting资料夹 这里Document and Setting资料夹 你现在是在321PC这个资料夹里面 对吧 OK,现在在321PC资料夹里面 如果打DIR 它会把里面呢 所拥有的档案都列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说 这边这么少,这边这么多 真的有多列吗 答案是没有 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暗的 它都没列 这些是隐藏的 隐藏的它没列 那没有隐藏的 你看MyDocument它就有列了 然后呢,Oracle有列 然后VisualBus,VMS有列 桌面有列 开始功能表有列 其他没列 OK,有没有 那所以你就看到说 OK,其实这两个是一件事 只是一个是用档案总管 一个我是用命令提示资源 就差这里而已 好,所以当我现在呢 要怎么到刚刚我所建的那个C槽 你在这边会看到C槽 对不对 C槽 不对,刚刚我是在D槽 我是在D槽 好,你要怎么到刚刚D槽里面 所建的那个ABC资料夹呢 这个现在是空的嘛 对不对 我要怎么到那边 那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有槽的概念 所以你要先切换槽 切换槽 要到D槽就打D2点 要到C槽就打C2点 CDABC 这样子就回到 就进到ABC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如果打MD MD的话呢 比如说 SYZ 那我打DIR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DIR SYZ 这个也是一个资料夹 我可以进到SYZ里面 OK,那当然里面现在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 为什么还有两个东西呢 各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吗 这个呢 点是目前这个资料夹 点点是上一层资料夹 所以我如果在这边呢 CD点这样没有用 它还是在目前这里 因为它就是CD到目前资料夹 它根本就不会变 那如果我CD点点呢 就回到上一层资料夹 这就是点点的意义 上一层资料夹 点点代表上一层资料夹 那这种点点的概念 就是成为相对路径 我从现在这里出发 我往上再往下 然后我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这样子呢 我如果CD点点 再点点 在CCC 会到哪里 它会到上一层资料夹 再上一层资料夹 里面再找一个CCC 所以就直接到CCC资料夹 那当然不用那么麻烦 比如说我现在呢 如果我要切回那个ABC的资料夹 我要怎么办 我也可以点点 然后呢 ABC 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我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是 我先切回CCC 我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是 直接打斜线 这代表说从根目录开始 所谓的根目录就是你那个槽 D槽或C槽的最上层 叫根目录 从根目录开始 我进到它底下的那个资料夹 OK 那问题是这个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DOS的斜线要斜这边 斜另外一边呢 有时候会找不到 OK 好 那这样子 你就知道说 OK 我们现在其实 刚刚所打的那些什么CD啊 DIR MD啊 那些东西 CD是切换资料夹 MD是建立资料夹 那DIR是列出资料夹里面有什么东西 OK 那DIR这个指令怎么来 是directory directory就是目录的意思 OK 那CD呢 是changed directory changed directory 那MD呢 就是make a directory 就是创立资料夹的意思 好 这样子应该对这几个指令清楚了 好 那我们刚刚所用的呢 是要用GCC 所以我先到 我东西放在CCC底下的SP嘛 所以我先切到CCC 再切到底下的SP 然后我是不是看DIR 好 那我看了DIR之后 我发现说 OK DIR底下有一个CH01 这是我们第一张的 范例程式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切到CH01 对不对 所以CDCH01 如果我前面都没有跟什么 就表示说 从现在这一层开始往下涨 没有点点啊 也没有斜线啊 那就代表从现在这一层开始往下涨 对吧 这也是相对路径的概念 好 那这样子我进去之后 就有看到那些程式了 那其实我可以把 比如说 执行档不要了 我用DL DL就Delete 就删除 把那个执行档删掉 你会看到 哇 少了一些档 对不对 那 那个点O档我也不要了 我就把它删除 又少了一些档 OBJ档我也不要了 再删除 就越来越少 那剩下的就是我们所要的东西了 A点OUT 我也不要了 删除 剩下的就是 就是原本这个应该长的样子 还有那个 比如说点S档 那个是组合源产生的 我们现在暂时把它都删干净 那这样子就没什么其他档 剩下的就是 DF C++的专案档 这些可以删可以不删 那我把它还原到一个最干净最干净的状态好了 就是 CCC的 SP的 CH01 最干净的状态呢 就什么都不要了 专案档也不要 这也不要了 就只剩下三个点C档 这样够干净了 所以这时候我DIR 你会看到只剩这三个点C档 没错 好 这时候我就GCC 然后呢 Hello 点C 这时候 它的意思是说我要编译Hello.C这个C语言程式档 那如果我不下任何参数就只下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我做一个立即的动作 两边对照 你就会看清楚 我这个GCCHello.C下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它跑出了一个程式档 我没有下输出的档名 它自动跑出一个 是什么呢 A.E.C 这是它的预设 预设就是说 如果不下任何目标档的话 那它就跑到一个自动命名的目标档 叫A.E.E.C 自动会产生在这里 但是通常这样不太习惯 因为如果我今天这样子 我还是可以用 我打A 它真的就是执行那一个程式 OK 但是呢 往往你不会希望大家都用A.E.E.C 因为你如果有五个程式 每一个编译来都A.E.E.C 要不是互相盖掉 所以 这个通常是不希望的 所以我会打 O.Hello -O.Hello -就是横线 横线O.Hello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输出 输出到Hello这个执行档 当我这样打的时候 它跑出来的是Hello.E.E.C 而不是A.E.E.C 那这时候我打的Hello 一样去执行那个Hello.E.E.C的程式 那刚刚我们做的几个动作是做两个 就Man.E.E.C 然后呢 上.E.E.C 然后O 上 这是说把这两个一起输入了 然后呢 输出就变成一个上.E.E.E.C 出来 那当然在Windows底下是.E.E.E.C 在Linux底下就是会有它自己的付档名 我这样子做的话 这个上是不是跑出来 那我再去打这个上 OK 它就会计算 执行这个程式 那我刚刚 还有用几个动作 就是一个是main.c 我用 加s的参数 让它输出的时候 是main.s 输出main.s 那你会看到main.s跑出来 这main.s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用开启 OK 怎么讲 等一下 因为 开启 OK这是main.s 的程式 其他的我先关了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 把c元转换成组合元 这是组合元的程式 所以这是main.s的组合元 那刚刚我们在 刚刚我们在 对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比较对 所以你刚刚做的动作 其实如果你两个对照看 你就会发现说 OK它每次都会产生一个档案 就是我想要它产生的那个档案 比如说上点c 然后呢 上点s 好 我想要它产生的 上点s档案 产生出来了 你可以点亮一下看 但是 你点 会点不出来哦 因为 因为它预设打开的时候呢 会用关联档 因为我已经关联起来 所以一开始没有关联的时候 所以你要去设定一下内容 让它用devc++去开启这一个档案 这样子才会关联起来 好 OK 那这样子 大致上就可以 那如果我今天呢 用 main.c 跟上点s 去输出一个上吐 OK 那这样我跑出一个上吐点ese 好 那 OK 做的事情还是一样 只不过一个是c 一个是组合元 就这样 那这里有很多 大致上我们会用到的 几个指令 cd md 啊 还有什么 cd md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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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槽c槽 这会接 其他的 该差不多了吧 我也忘记 我刚刚还有讲哪些指令 各位 忘了之后再问好了 好 那 先 试一下 你刚刚的东西都会了 我们再来继续